像就是它噴出來的噴霧真的非常非常的細 然後就是像這樣 根本就看不到水珠 因為其實像有些牌子它會噴出 就是如果有水珠這樣滴下來的話 那個一噴等於你的妝就花掉了 所以我都是用這種 像我昨天去拍M's就是那個形象目錄的時候呢 也是用這個呆在身上 就覺得臉乾乾的時候就稍微噴一下 然後壓一壓這樣子 然後你的臉部的保濕呢 要先做好之後呢 我們才繼續就是下一步 那下一步的話我們可以選用就是像比較 也是比較保濕型的一個咖哩霜 然後它這個是理膚保水的這個品牌 叫理膚保水 產品比較不清楚的話 可以到我無名的文章裡面來看 它會比較清楚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粉底會脫妝 或者是不服貼的關係 都是因為一開始的保濕沒有做好 那保濕沒有做好的話呢 就會變成你的妝不服貼 那不服貼的話一下下就是熱 或者是你一流汗 它就會很容易就脫妝 好 然後你上這樣子 非常的濕潤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就是粉底的部分 可以一上上來就是粉底的部分 然後粉底的部分其實 不管哪一家粉底都是一樣 就是它你可以去櫃上買的時候 你可以問它就是有沒有可以配合的精華液 那這種精華液它是晚上也可以擦 然後就是白天它可以加在粉底裡面 會讓你的妝也更服貼 然後我今天用的是就是雅思達帶的 它這個是15小時 就是可以讓你不脫妝的粉底 然後用的時候呢很簡單就是先 其實真的不用太多 大概一滴就好了 因為本身我們用在粉底的用量也不用很多 然後就起來 好 像這樣大概1比1的感覺 1比1這樣子 然後 基本上拿海綿 就是把它吸進去就好了 吸進去就好了 然後就開始 拍打 說就是我只要紅紅的 我都會噴這個Depass的選效珠環噴霧 現在有時候雖然你用精華液 然後可是你還是覺得就是 粉底打不進去的時候呢 你還是可以用一點 這個舒緩噴霧 噴一點點 然後再打 然後你的妝就會非常非常的浮貼 像這樣子 然後你接下來可以用蜜粉 好 那黑眼圈的部分呢 你可以專門用專門的遮瑕膏這樣子 專門的遮瑕膏 它櫃上是有賣刷子 可是如果你沒有刷子的話 你可以用手 Babi Brown他們家的遮瑕是比較多顏色 所以我都會去他們家 就是櫃上去買他們家遮瑕的東西 好 然後底妝其實這樣就好了 那我個人其實因為我是混合性的肌膚 所以我T字跟下巴的地方會比較容易出油一點點 然後這時候我覺得會 可以用蜜粉 這個是香奈兒的透明蜜粉 這一罐我很喜歡用 然後稍微的壓一下下 我昨天去給他們化妝 他們都是用拍的這樣 用拍的方式 就可以上到最薄最薄最薄這樣子 然後你的妝也會 就是不會那種死白的感覺 然後會非常非常服貼 然後就這樣完成囉 然後大家可以學起來 就是妝前的時候記得要用這個 Depox的學校舒緩噴霧 然後我會在接下來會再示範就是 舒緩噴霧在外面怎麼樣使用的情況 希望大家喜歡囉 像就是像我們現在如果在韓國的話 因為他的 就是因為天氣非常非常的乾 然後我化妝有時候畫來畫之後 就會開始覺得皮膚很乾燥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就是 用這個Depox的全效舒緩噴霧 然後他就是有鎮定跟補充水分的效果 像這樣子 超舒服的 就算很熱的話就是也可以用 就是他會有冰冰涼涼的效果 然後 你可以看到我就是臉上都沒有水足喔 靜靜壓乾就好 舒服 然後 之前像有網友推薦 因為他這個冰河水啊 他就是有鎮定的效果 所以像有時候就是頭 如果就是不舒服的話也可以用這個噴 然後就是 咳 鴻 靠 綠 The Simple Hours